近日都是相当结本的话题,其实都扰让了整个礼拜 关于日本有没有机会是大地震这个预测呢? 隔了这么多天,其实我一直都没有讲这个题目 因为其实地震这件事说真的,如果你这么容易预测到 就不会带来以往这么多次地震,带来这么多突然的影响 和伤亡和财物的损失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大自然这些地壳移动 大自然的活动是不容易预测 不过今天也讲一讲日本为什么要预测大地震 因为那个影响越来越大,甚至乎身边的朋友都开始说 千万不要去日本,或者你在日本正在玩 都快点结束旅行团,快点回来 只可以说日本这个国家都是屋楼兼逢夜雨 最近日元叫做升值,升值回来 但是股市就大跌,日经平均可以在短时间内 由四万跌到接近三万,近日之后有些反弹 整个国家正人口在减少,又不愿意接受移民 另外就是政党方面也是很多的 就是因为日本执政党很麻烦 来来去去都是自民党 就是反对党上台的机会就不是那么大 所以当你一个一党的来不来去去都是那一个党的时候 可能又会产生某些问题出现,没有进步 就是和日本的文化或者日本人的心态很有趣 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怕事,比较不愿意求变 对于有些事情是需要改变,他们是很忌计的 他们怕犯错,因为为什么呢? 你不要以为日本现在不是取消了终身併用制吗? 其实是没有的 就是很多人依然大学毕业 其实很简单,他们 从小学开始很勤力读书,中学开始很勤力读书 就是那个勤力程度呢 不会是弱于香港的学生 接着的目的就是,依然是进入最好的大学 日本最好的大学就是东京大学 另外如果是私立的,可能是 慶应、祖道田那些 总之呢,现在那个小朋友 初高中生,他们都是很简单的 进入最好的大学 接着出来就是进入大公司 至于进入大公司呢,就会看看当时的经济 是就哪些公司 就是以前呢 如果你说上世纪 就是 譬如日本的电器 红霸全球的时候呢 很多人会说,我想入松下电器 那样 然后呢 不如我进入汽车业 我进入丰田 或者是本田 因为日本的汽车 行销全球 那到上世纪 譬如80年代 那样 可能那些人就会觉得 不如我进入这个证券界 不如入野村 或者大和证券 那样 那当股市倒下了 那本来呢 之前很多人 不如入银行 但银行又是 经历了一个很大的合併潮 合併到最后只剩下几间大银行 那现在就剩下 东京三菱 三井住友 瑞瑞 这三间最大 以前是说十几二十间的 那好了 就是 那现在年轻人 可能又 现在合併了之后 年轻人可能又喜欢进入银行 那好了 那大家都 有玩股票都知道了 就是股神就前两三年 前两年左右 开始买日本的商市股票 日本商市有几间的 三井住 三井物产 这个还有三井的 三井物产 有三井物产 有三井物产 又是阮虹 就是那几间的商市 trading house 那可能大学生毕业 现在可能是喜欢进这个trading house 都不顶 看到股神摆入股票 所以整个日本的经济 那个结构 或者 他们的想法 都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几十年内都没有什么改变 就是读书 或者进去大学 哪间大学 或者出来做哪间公司 就是做哪间公司 就随着潮流是不同的 但是很多人都是进去 就是想入了大公司 就是做一辈子了 做一辈子 就是未必是会转工的 那当你想到自己会做一辈子 的时候 你都会想办法 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 巩固自己的地位 就是 当然是工作表现乐力 表现出色 另一方面 就是 你在公司里面 那个 跟大佬 你如果跟正的大佬 是对的 对的意思就是 你的大佬 扶摇值上升到上去 越升越高 或者部门的头 越升越高 最后去到做 入董事局 你是他那一系的人 那你就会有机会 升得快一点 所以呢 日本的大公司 那个派系文化 依然是很严重的 还有 日本人 就是 相对地 都是比较 就是做事 比较含蓄一点 那些男孩 很多是责男的 这些人都是责男的 那 还有呢 或者不是说 那么多 这个 是 所谓自由恋爱 那样东西 就是依然现在 今时今日呢 都有不少人 是通过商体 就是 门当户队 来 就是 找到 找结婚对象 那我以上说的 就是 因为我自己 和日本公司 那个 接触的比较多 所以我都很明白 他们的文化 那为什么说了那么大堆东西呢 就是 就是 简单来说 就是说 日本的经济的前景 其实都挺暗淡 就是 现在是 刚才我所说的 加平电器 汽车 威过 现在汽车 就很大问题了 转型电动车 转不转呢 还是 转型电动车呢 所以 现在 这个情况 是挺严重的 就是整个 日本经济的 发展前景 加上 又有 天灾 地震 经常都有 影响 整个 国家 就是 特别是福岛事件之后 地震 海啸 令到核电厂 洩漏 接着 现在就把污水排出去 受住 周边国家的指责 这样 那说了一堆东西 就是想说什么呢 就是 其实日本经济 真的 或者整个日本国家 好事就不会成伤 坏事 不如意事 反而是接董而来 所以 现在 又要担心 天灾的问题 就是地震问题 好 先看看图 为什么 明知 这个 日本气象厅 如果真的预告的话 真的预告 有机会有大地震 一定会影响到 日本旅游业 他也要宣布 看看 近日的消息 其实就是 8月8日 因为8月8日 就在日本的宫崎縣 就发生了7.1级地震 日本的气象厅 就发布了所谓 日本南海海曹地震临时情报 一个所谓巨大地震的注意 这个警报 这是日本创立 南海地震临时情报 防灾预警系统以来 第一次正式发布有关的预警 日本气象厅 日本气象厅 和地震相关的专家认为 自从8月8日 静江沿 到南九州海域 日本有一个所谓 日本的南海海曹 正如这幅图 想显示 是黄色的地方 即是日本有一个 比较活跃的地震区 所谓叫做日本的南海海曹 这个地方 在未来 发生巨大的地震风险 就比较大 是集中在日本的东面 东面的海 东面的海 不是西面 所以他近日看到 8月8日 龚崎圆 在这个大区域里面 发生了七叠一级地震 他们是担心地震 只是一个开场白 担心短期之内 会有一次在海曹 那里 是一个警暴 对于海曹 这个警暴 就是有一次 大地震 未来也不停 所以日本 就认为 应该要发这个预警 好了 发了这个预警 首先看到什么呢 酒店就退订了 在线旅游平台 有些8月未曾出发的 旅游团 他们就大概退订了 大概三成左右 而正在行程中 在日本旅游团 就影响不大 很多都是继续行程 但是准备去的 8月准备去的 很多都已经是 有三成是退了团了 那就根据中央台 中国中央台 引述共同社的报导 就是高知愿 比如举个例 高知愿日式旅馆 就说 在日本相关部门 发出这个 地震警告之后 大约450名的客人 在8月9日 就是第二天 就已经取消了预订 爱环苑重山市 著名的温泉区 有个旅馆就说 从8月8日公布到8月15日 至少是有1000名的旅客 取消了前往当地 就是这个重山市 温泉区旅行住宿 至于在中国方面 中国去日本旅游的订单 也会出现退订 大家知道 在8月也是暑假 都是一个高峰期 出行高峰期 现在估计 就是在8月去日本的团 由中国去日本 大概是退了三成 和日本国内差不多 那么这个公布 很明显就是 其实日本政府 都考虑过 一定是对经济 或者旅游有影响 但是没办法 就是他气象局 他做回自己做的事情 就是根据他的专业 他认为 如果今次发生了一次地震 是不是一个预警 是有机会的 那么好了 很多网民就有反应了 就说地震不是那么容易预测的 你现在 就是当年一个福岛的大地震 那里海啸 之后海啸 就影响到很深远 是 没错 你现在整个地震预警出来 叫大家提高警惕也是对的 但是真的对日本的旅游业 业统经济有很大影响 那么好了 我们看看这个蓝色的所谓 这个海曹地震区是什么 他就是由静江远 静江远 静江远是在东京 东京的附近 东京以西 就开始 这个是静江远 大概在这里 一路向西南伸展 就向南九州 这边是九州 去到南九州 整个很大大的黄色地方 这里是东京的本州 那边是东京的东京 那边是静江 那边是东京的东京 那边是静江 那边是长野 那边是关西那边 关西是大阪 京都 那边是四角 那边是九州 那边是四角 那边是九州 那边是黄色的地震带 那边是八百公里 那这个南海海曹 就属于菲律宾海的板块 和欧亚大陆板块的边界 那大家一说 这个描述出来 大家就会害怕了 菲律宾板块 和欧亚大陆板块 你会想想一下 其实 地球的地底 那个地壳 其实是 地球的中心是很热的 那温度很高 那温度很高 就令到其实 地球表面的地壳 是出现了很多板块 其实都是不断地移动 有活跃的 那就是 所以这些板块 如果是活跃的时候 就会有地上产生 那你看它是怎样撞的 一撞的话 如果有影响到高低的话 其实你会想一下 可能会突然间有火山爆发 或者会有地壳移动 本来是海 那些水就流走 本来是平地 如果地壳移动的话 那些板块移动 会由平地变成高山也不行 就是喜马拉雅山 那些都是这样出来的 那当然是很多年前 那这样 那所以现在呢 就看到 既然是菲律宾板块 和欧亚板块 那个边界 是有活跃的地震 所以呢 预警呢 都是合理的 那我们看看 原来这个板块 以往是很多历史上的地震 是发生过的 包括是公元684年 白凤天武地震 公元87年人和地震 公元1096年永长东海地震 那接着就三年后 就康和南海地震了 1361年呢 就是 那又是很接近的 正平东海地震 接着同年就出现南海地震 那其实就是担心呢 会类似1361年这些事呢 会在2024年发生 是吧 东海震源就到南海 但是都是这个板块 那1498年就明英地震 1605年慶祥地震 1707年保管地震 那你看到是不是 都是其实隔了 隔了100年至150年左右 就是每一次地震 每一次大锅东西 那接着又是接近的 1854年呢 安静东海震源 接着就到安静南海震源 就登山了 那就是你看到 1361年就正正就是这样了 先震一次 东海 就整一次大锅东西 南海 1854年也是震一次东海 再震南海 1944年就又震一次 东南海 但是这次就隔远一点 隔了两年 才震南海 那所以呢 如果你看回这些历史 就说呢 其实有三次呢 都是先震东海 接着呢 就有两次 那就是呢 1944年之后呢 隔了两年 就震南海 那就是呢 那就是呢 真的有三次呢 呢 大地震呢 是很接近的发生的 那会不会今次 2024年先震宫崎苑 接着来一个大锅 正正就是呢 日本气象局担心 所以他就宣布 这次这样的预警 那也是合理的 他这样的预计 不过有人提出 喂 你三次接连发生近的 都是先震东海 再震南海 先震东海 再震南海 三次都是先震东海 再震南海 第四次呢 是先震东南海 再震南海 但今次呢 公祈愿是什么 先震西海 有点点不同 以往几次先震东面 再震南面 但今次先震西面 接着会不会是 有跟大地震呢 不知 或者没有呢 也可能没有 所以现在 如果根据这样的历史 你说 其实每隔100至150年 就会有大锅 是 没错 现在已经隔了80年了 如果平均每隔100至150年 那我们应该还有20至70年 20至70年 才会有下一次大地震呢 在日本 以及以往几次都是先震东 再震南的嘛 今次不是的 是先震西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会不会和以往几次有点不同呢 这个就是分析 所以现在呢 虽然呢 就是 那个气象局呢 看完这些历史之后 就告诉大家 那 我的警告就是很简单的 我们担心呢 短期有最大的 地震出现 可能呢 会大到7级地震 接着会引发 大概30米高的海啸 那大家呢 做好准备了 那我想要做的事情 基本就是沿海的地区 或者是 如果真的 可能都要想一想 短期你还是要搬走 搬去亲戚那里住住先 可能都要这样做 都不顶 那如果你 那家屋的 你觉得那家屋是不稳的 可能都要做些加固的事情 但是现在呢 正正是影响到什么 就是影响到 日本的旅游业 马上就已经有很大的冲击 就是日本已经经济 已经是不太好 就是那个半导体 又是要不让它卖给中国 那很多打压 那你的汽车业 又面受 面对这个电动车转型的冲击 那你想想 那你现在电器 你电器 你电器还会不会买 从下电器一批 Sonic呢 我想我家里10个电器 有9个都是中国制造的 甚至中国的品牌都越来越好 譬如海尔 那些 那些电视机 TCL 那些都很漂亮 好了 还有什么呢 你想到日本有什么呢 我只想到它那个JLead 日本国家 日本足球队的联赛 真的搞得很好 J1搞得好 之余 J2 J2 又是 也很强 J1 J2 也很强 还要J1 J2 很多球员是输出去欧洲 买日本球员去欧洲的球 所以 全日本 我真的很尊敬 成立这个日本足球 搞得有声有声 好了 那现在 最不幸 可以这么说 地理上先天性就是 内部位就会地震 还有什么可以震兴日本经济 日本的政党 政客又腐败 我真的想不到 大公司又保守 公司里面的派系 斗争又很强烈 日本人的传统 都是跟大队做事的 没什么创新 说了这么多 想不到日本有什么可以突破 走出来 所以日经平均上回去 历史新高 我也觉得相当奇怪 如果不是股神的威力 如果不是资金 突然间不买中资股票 不买香港股 不买香港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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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事件 大家觉得 警惕是可以的 但是我认为 不需要太担心 日本真的可能下个星期有大地震 我觉得 如果看这些描述 跟历史上 几次大地震有点不同 以往都是先震东 再震南 今次是先震西 反而我觉得 其实日本气象局 或者日本的市民 应该多些留意一些自然现象 比如会不会突然间有些深海鱼 冲了上岸 会不会有很多的动物 突然间大迁循 会不会地下 突然间涌上很多蟑螂 或者涌上了很多老鼠 那些自然现象 你反而要警惕 那些才是大自然告诉你 最佳的地震警告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 所以我觉得暂时 真的不用太担心 不过就是这样 如果你真的害怕 你不要去日本 刚才我所说的地震 打影响的南边的海岸 你去北边一点点 北边一点点 可能是 本州北上 在本州北上 或者去北海道那边 可能会好些 也不一定 或者九州 其实九州的西边 或者九州北边 可能会好些 好 接着很快讲 下一个题目就是 刚才我所说的 就是说 美国那些 所谓制裁 政府做一套 但是呢 企业或者民间反应 又另一套 我说了之前 大疆的无人机 现在呢 每个都说 不可以抵制 因为大疆 无可代替 好了 这次又有一个无可代替 原来今年五月 有一家公司 就告这个 美国的 五角大厦 五角大厦 即是军方 那这家公司 叫做 是一家 叫做 和塞科技 原来这家是一家 中国的激光雷达公司 根据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 这家公司是中国制造激光雷达 它的市占率 或者市场地位相当高 这家叫和塞科技 那他有机会 就是 国防部 原来最近宣布 将这家公司 由黑名单上移走 不是加入 是移走 五角大厦 即是 军方 国防部 都说 不应该禁制这家公司 他认为 这家公司的 这个产品 是不符合 列入黑名单的 法律标准 所以 这家公司 是五月 告五角大厦 说他不应该 放入黑名单 所以 现在 美国政府的律师团队 就担心 根据2021年 立法 的 标准 将这家公司 列入黑名单 是不合理的 可能是 真的会被告得入 所以 现在 国防部 就说 不要了 你把它剔走 看回公司 原来 它的产品 就是激缸雷达 广泛应用在高级辅驾驶系统 ADAS 和自动驾驶系统 和无人配送车 这些系统里面 都是广泛应用激缸雷达 这些科技 还有智能机械人 所以 他去年2月 已经在美国 纳斯达克上了市 就是中国被视为中国激缸雷达第一股 那就是 他现在占全球汽车行业的激缸雷达市场 市场份额 是接近50% 而2023年 去年 这家公司 是赚 那个营业额 大概是18亿人民币 其中 四成的生意 就是来自美国市场 所以本身这家公司都很依赖美国市场 而美国市场也都很依赖这家公司 所以最后就是终于 连军方都即刻熟杀 都见怪不怪的了 我相信这些都是陆续有例的 很多时候是 就是 美国政府说要制裁 表面上做了 但是很多企业 甚至乎原来 他军方都是洋奉因为的 这又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视频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石楼台都有视频看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特别是盧社长和我有关中国的 新闻时事分析 制作内容需要投入很多的资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部 订阅石楼台 有你的支持 我们才可以继续制作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